按这里直播 按这里选直播 用笔记型电脑直播 这个程式叫做 OPS 你看第一次设定要选我只使用 虚拟相机 然后这里要启动 按点按启动虚拟相机 然后这里要选 来源要选显示器 显示器以后 最好是显示器的 整个萤幕的动画面 想要看 YouTube频道的 再选 那个浏览器 就是按这个加号 按这个加号来产生的 按这个加号以后 有多少种的选项可以选 你看这么多种 图片的文字的 原色的 接摄影机的 影像声音输入的 看浏览器的 看播放影片的 显示器整个萤幕画面 看资料架的 还有那个 上网的 叫浏览器的 播放自己的影片的 叫媒体 投影片的也有 看图片的也有 看场景 场景看左边 按加号也可以增加 那场景设计 比如说拍那个 魔党政中央 第1个场景 第2个场景拍 讲师 还有黑板 第3个拍讲师的 笔记型电脑画面 第4个拍 群众 让观众 听众 到群前线 第5个 比如说拍那个 图片 自己有 讲题 图片 每边 第6个 比如说标题 文字 大字 把标题 把我跑王字 或者是一些提醒 等等 然后这里 按开始串流 当然刚开始的设定 有串流 左边有串流的选项 要去按那个 连结 连结到YouTube YouTube 你看这个要点按管理 管理直播 你要串流 就是要直播 要先管理直播 就是要设定跟直播有关的 比如说 是在哪一个频道直播 要在YouTube频道直播 这个要点选 不是为儿童打造的哦 点选这个火 火这个 不是为儿童打造的影片 然后要给它标题 加个日期 加个日期 描述 描述 还有这个网路要够快了 网路要够快才不会迟钝呢 不然都在那边跑圆圈 不然都在那边跑圆圈 还要记得点按哦 也可以上圖 可以选择图案 档案搜图 还点按建立直播 建立直播 开始串流 那个都有设定过了 连结那个 那个 YouTube频道 它那个 点按串流 然后右边选项最上面服务 服务然后点按下去啊 哦 十几项还是二十项 都可以直播了 有包括Facebook 脸书的 也有最下面两个是YouTube 那我那个 画质都很高 可能要 网路速度要够快才有办法来做 然后 你要去点自己的 频道 你看 建立直播 你看 你看 建立直播 2023 032 6 测试了 咦 刚刚不是有打了吗 什么 这个要打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然后来点按继续 哦 这个是跟聊天室有关的嘛 公开 你看点线啊 就一心 设定 直播 公开的哦 然后看看它出现什么画面 这个跟网路速度就有关系啦 网路速度要够快 你看出现这个画面 重新节气收图 可以上传自定收图 可以上传自定收图 有没有 然后哦 你要去开 开你的画面呢 有没有 就是看看 这个 这个叫做 显示器 截取的 你的画面有什么东西 他就播放什么东西 那现在哦 这个整个画面都被这个 被这个 OPS 作为 程式 界面给 控制了 给占用了 然后看看那个声音 音效输出 还有麦克风输入 音效混音器 嗯 显示器 有没有 传场特效 等等 都可以研究啊 可以点按这里就有小图了 可以看了 然后 然后 来看自己的网页 按这个小图 这边就可以知道 它现在 嘴曲的就是这个画面了 右边有Google的网页 左边是电脑桌面 然后来进入自己的频道 然后来进入自己的频道 进入自己的频道 然后 看 看 看 网路速度要够快 看 现在直播中它这里就 显示的画面是什么 诶 这样就不是哦 如果直播中这里应该会有画面呢 如果正在直播这个播放影片的这个位置应该会 会有东西 这个叫荧幕直播 现在选那个浏览器好了 点按两下然后要按确定 可能是没有点按了 点按然后按确定 速度很慢点按了都没有环游 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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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現在這樣才是啊 才是螢幕 螢幕顯示器 這個才是顯示器 但是 照道理在直播中這裡畫面應該是在 多放直播的內容才對啊 你看顯示器有沒有 你看都在跑圓圈圈圈有沒有 這個城市 你看這個城市跑得不順啊 有沒有看到這 跑圓圈圈啊 結果這OPS這個 周圍城市跑得不順啊 這裡講話的聲音他都有錄進去啊 嗯 還有麥克風輸入的 點按那個 點按瀏覽器啊 你看 環境那麼慢啊 這個是跟OPS周圍程式有關係啊 這個周圍系統是Windows周圍系統 記憶體 記憶體有4GB那麼大 可能是網路不順 網路速度慢啊 你看這麼好用記憶體 稍微動一下就用了那麼多記憶體 他已經釋放那麼多記憶體了 他應該可以順一點啊 這幾方式應該要自動呢 這樣顯示器 這裡要按進行直播啦 這裡沒有按啊 這裡要按進行直播啦 不知道呢 停在這裡停那麼久 即將開始直播啦 你看 進入那個畫面 那拉到下面 點按那個進行直播 那直播進行中有沒有 要進入這個畫面才是正確的 你看顯示有多少人在看 這個要結束直播就點按這裡 來看看 畫面是這樣的 我們給他的是這個畫面 他沒有顯示那個畫面耶 你看 你看 有 有開這個網頁 那為什麼這個 喔 顯示了沒有呢 這個就是跟瀏覽器有關係 要點按瀏覽器 按確定啊 這裡要按確定 但是很不好按耶 按下去也是沒有反應 反應半耶 有了有了你看 從這個 從這邊看就知道有 有有 有這個螢幕畫面了 然後去網路看看 現在要進入網路看看了 然後去網路看看 現在要進入網路看看了 再開一個視窗就知道了 再開一個視窗就知道了 如果直播成功的話 剛剛沒有按那個繼續進行直播沒有按了 剛剛進行直播的按鈕在下面 就沒有拉到下面來按 你看有了 有按了以後這裡就變這樣了 然後點按下去 點按下去你看 這到底是螢幕直播應該 螢幕上有在看那個 有沒有看到 要不要這樣啊 要不要這樣啊 要這樣啊 要這樣啊 沒有看到 要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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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直播 你看 OPS 作為程式 要用筆記型電腦螢幕直播 第一次設定要選 我只會用 虛擬相機 然後點設定要 按那個串流 然後去找到服務的地方 YouTube 服務的選項有後 拿到最下面選 YouTube 點它下去然後 你要直播它要 要連結帳戶 要做好 連結帳戶的工作 如果頻道有好幾個 要選好哪一個 選好要進入 那個自己的網頁 自己頻道 進入你自己的 YouTube頻道 然後點按 點按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小的攝影機 有加號有沒有 點按這裡 找到第二項 進行直播 進行直播有沒有 串流直播 就是這個啦 點按進去 然後要勾選喔 勾選不是為兒童創作的影片 加個標題 加個標題的日期 然後要拉到下面 要進行直播那個按鈕 按下去 然後才會開始建立直播 啊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螢幕直播 所以應該要勾選那個 這個 跑掉了 不然要按下去了 跑掉了 既然叫做螢幕直播 應該顯示的是那個 這個畫面 才對嘛 應該顯示這個畫面才對 avatar 到處 就可以了 這裡 就是